好那么协调会当中呢 针对部落严正抗议牧场水源跟空气污染严重 破坏部落生活的环境 那牧场业者也倾上火线来说明 不过部落认为情况是没有改善 是要求签场 双方各自执一词 结果协调会双方毫无共识 台湾两部落严正抗议牧场排放废水 以及空气污染严重破坏部落的生活生态生产环境 牧场业者廖角邦也签上火线说明 但是如果今天我有错 这样的罚我没有办法 所以呢 你明明就是掩饰嘛 把那些铁锈 那个分量呢 把它掩盖 大概 因为我们是交给那个早期中心 他们大概是两天会来收集一次 我们大概出去的话 大概一天大概20多吨左右这样子 现在母人员补充说明 牧场业者在今年5月已经取得储留许可 不会对外排放水 然而透过部落族人自主监控的画面 打脸县政府农业处 更谎论空气恶臭的污染破坏 令族人难以忍受强烈要求签场 部落的诉求就是一个洋牛场赶快滚开 不要在这边 我们部落真的不欢迎你 而牧场废水空污的问题无法解决吗 与会的产学界代表指出 透过厂区管理以及设施设备的运作 仍可以有效降低预防制 依我自己的评估 他算做的是很用心 一个是风向问题 一个是季节问题 一个是汽油问题都要考虑进来 假设最应该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去做的话 然后比如说搭配 讲的一些什么喷雾 还有把尿液收集的话 应该是可以降很多 9号牧场场区接采现代化管理经营 不过实际生活在周边的部落居民 从自主监测发现情况并未改善 再加上相关承抗诉求 皆为获得解决回应 因此对于这一场座谈会 也极度的不幸认感 从今年开始 我想我们有非常多的承抗 特别是到县政府 特别是到监察院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去做 其实是我们有点难的地方 我们也是想说 尽量跟部落部分来做一个沟通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碰到 还是有点比较不理性的 我们也是有点难 在县政府居中牵线下 部落意见领袖代表与牧场业者 首度正式的面对面座谈 但是双方认知与立场 差距甚大 各执一词 协调会结果双方毫无共识 留下一堆期待解决的难题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